謝謝大家 請願 我們一起來禱禱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你 讓我們又再次來到你面前來敬拜你 我們的心靈何等歡喜快樂能夠與你親近 求你幫助我們 將我們的心全心全意全然的打開 讓主耶穌的聖靈進到我們裡面來 聖靈充滿在我們裡面 讓你的話語進入到我們的心裡面來 自動的心 把你的話語形出來 我們這樣祷告 都是奉奉學術的禮物 Amen 大家早安 早安 非常的快樂 今天又是能夠再次來從來的時候 那我們今天 好像沒有辦法按 OK 好 今天我沒有 因為我容下的影音沒有辦法影音 所以我今天沒有講稿 今天是完全沒講稿 我第一次沒有完全沒有講稿 我直接這樣分享 那我也試著慢慢這樣分享 我這一次禮拜一到禮拜三 我去受過彰化中會的牧師跟傳道人的再子教育 然後呢 這一次的專題就是這位馬牧師 馬約翰牧師 他是一個外國的宣教師到我們台灣來 他就是怒者中的牧者 這位牧者呢 非常讓我非常的感動 他不用講話 只要看到他忍 你就會覺得好像耶穌來到你身邊當中 好像你就如同 耶穌就在你身邊一樣 這個牧師就是這樣的牧師 那這個牧師是我神學院裡面的老師 那我已經聽過他三個學習的課 所以其實我經過他一個一百多的小時以上 我每次看到他 我第一大課我就感動 我就流淚 他的生命就是很美 很細密 所以我第一次 我很少上課書 第一次上課我就會流淚的 可是他就是讓我 因為他在教靈性 靈性的養成在裡面這樣 所以他生命裡面就是 好像神的靈就是在他身上 我就非常的受感動 所以我第一次感覺到 什麼叫做生命教育 什麼叫做生命導師 他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分享他的生活 他的跟神的關係 所以他現在在教的課程都是 我如何與神親密 他完全就是 他教了三個神學院 台神 御神 還有南神 三個神學院他都教 所以他都在教靈性的課程 然後也是在教我們 譬如說靈性之旅 像我上次帶你們到11禮拜去 像這樣的一個生活 他也是要我們 去體驗 大自然的 大自然的裡面的創造 神怎麼樣 我們怎麼樣 隨時在各樣的環境裡面 去經歷神 譬如說我們現在就在這裡聚會 我們怎麼樣經歷人跟人之間 看到有神在我們當中 他是用這樣的方法 在各樣環境各樣境境裡面 互相去了解 這位神是什麼樣的一位神 那這個就是這樣的牧師 然後他的生命是這樣子的 他是完全進入到這個世界裡面 就是他的生命完全在台灣裡面的文化 完全入土 在台灣裡面完全融入 他說過 他說 他常常忘記他是阿兜 每次出去的時候跟他講話 因為他國語講得很流利 所以呢 別人 別人都說他是阿兜 外面再看起來是阿兜 對吧 可是他常常 我是阿兜 他就自己忘記了 他就完全是跟台灣人在一起的感覺 然後他會跟他問候 他會跟他問啊 不管你是怎麼樣的 他都是完全的解謎 完全的愛你 這是一個讓我非常非常感動 那他不僅是就是 我覺得是我生命的導師 我看到他我就很感動 然後我就 我現在 昨天我來跟牧師說 牧師如果我的生命 以後漫漫的 越來越能夠像 這樣的一個負責 我相信你會是一個很好的 讓人家影響別人 我不用任何講話 因為你知道 國人裡面有耶穌 我要問大家 如果你都不用任何講話 人家就知道你的生命裡面有耶穌 那該有多好 那就表示你的生命裡面 人家看到 耶穌就在你的當中 這是我非常覺得 享受的一件事情 那這一次受這個訓練 我覺得 他不只是神學教育很好 他的生命教育更是讓我覺得 非常的滿足 所以很好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好像不能看 OK 好 那個字可以放大一點點 我看不到 好 好那沒關係我們從這個地方來看一下 我們要來看聖經 今天的聖經會有很長的一段經文 沒關係那剛剛就這樣好了 就這樣好了 不用這樣看沒關係 哈囉 不用再弄了 OK 那我們來一起來立北 來 耶穌就一個優太 又往家立去 必須經過撒瑪利亞 於是到了撒瑪利亞人的過程 名叫序家 靠近雅客給他兒子 約聖的那二弟 在那裡有雅客井 耶穌一走入困乏 就坐在井堂 那時 悲有苦症 再繼續 有一個撒瑪利亞的婦人來打水 耶穌對她說 請你給我水喝 那時 門徒進城買食物去了 撒瑪利亞的婦人 對她說 你竟然是有害人 怎麼向有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呢 原來猶太人和撒瑪利亞沒有來往 耶穌回答說 你若知道神的恩賜 他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 你必早求他 他必早給了你活水 繼續 婦人說 先生 沒有搭血的器具 請佑生 你從哪裡得活水呢 我們的請求中 假如將這子留給我們 他自己和兒子 必勝出一點 多喝這幾幾個水 難道你 比他還大嗎 耶穌回答說 凡喝這水的 還要再渴 人若都我所賜的水 就永遠不可 我所賜的水 要在他裡頭成為水源 食用到永生 婦人說 先生 請把這水賜給我 叫我不可 也不用來這麼遠打水 耶穌說 你去叫你丈夫也到這裡來 婦人說 我沒有丈夫 耶穌說 你從沒有丈夫是不錯的 你已經有五個丈夫 你現在有的 你自己的丈夫 你對話是真的 婦人說 先生 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們的祖宗 在這山上禮拜 你們道說 你當禮拜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爾 耶穌說 婦人 你當信我 時候將到 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爾 你們所拜的 你們不知道 我們所拜的 我們知道 因為救恩是從 犹太人出來的 時候將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太父的 要用心靈和神事拜他 因為祝要這樣的人拜他 神是個禮 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神事拜他 婦人說 我知道 遺太亞要來了 他來了 必將一切的事 都告訴我們 耶穌說 這個你說話的 就是他 那婦人就留下水罐子 往城裡去 對眾人說 你們來看 唯一人 將我恕來所行的一切事 都給我說出來了 莫非這群是基督嗎 眾人就出城 往耶穌那裡去 好 我們來看看 OK 往下一章沒關係 在這裡 在這裡 我想因為 因為現在沒有 可能 我們看報告一下 這裡有看到 剛剛我們 剛剛念的那段經文裡面 我們就有看到說 耶穌從猶太 猶太在下面 然後北部是以色列 那他要到加利利去 那他就經過一個地方 叫做撒瑪利亞 這個圖怎麼唸得出來 你們看到 來我們來看一下 耶穌到 從自己耶穌上的這邊 有沒有看到猶太有沒有看到 有 可能要按的才會出來 好他就往這邊走 往旭亞 那是什麼 馬加利亞這樣走 那他從馬加利亞 然後他到加利去 他就會經過一個地方 叫做什麼 旭家 這個 有了啦 好 OK 對 就是要旭家這個地方 就是旭家 那他要經過這個旭家 那你知道 因為耶穌到 他道路傳扶的地方 然後 在這個旭家裡面 他到這邊的時候 他就覺得 哇他走路非常分有了 疲倦 困乏 然後很累 累到不行的時候 他就覺得 哇剛好到這個旭家的地方 剛好路過這個地方 他有一個井 然後小時候他就井裡面 就是這樣 坐在那邊休息 所以他已經很辛苦了 那剛好呢 這一個 撒瑪利亞 撒瑪利亞的婦人 他也是這樣 為了他們家的需要 他們需要取水 所以他從很遠很遠的地方 也是到這個地方 他來取水 所以他有工具 可以去取水這樣子 那我們再看 我們再往下一站 這樣一站 我們再往下一站 那 好 有點按好的話 如果這邊好像沒辦法按 等一下 好 我先來 OK 好 我們再來看 這個地方是旭家 旭家過去的地方 我們名字叫做事件 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大概 550公尺而已 那現在我們看到 左邊這裡的基麗新山 基麗新山 有沒有看到 好 那另外這邊是里巴露山 那這邊的地方是 過去 這個撒瑪利亞 撒瑪利亞這邊的 這邊的地方 過去呢就是 以色列他們被奴 然後呢就到這邊來 還沒 好 到這邊來 然後就在這邊 然後他們在這個地方建聖殿 就是在基麗山這個山上 建這個聖殿 那耶路撒爾也有一個耶路撒爾的聖殿 對不對 他們這邊有一個聖殿 所以他們兩個就是 互相不宛愛 為什麼不宛愛 因為他們就是世代的 侍從 他們覺得 撒瑪利亞這些人 都是雜種 因為他們是從 以色列他們回回來 他們都找親愛 我們自己家庭 他們有猶太人 你們這個運輸 所以他們就是願家 所以大家各拜各的神 他們就在這個什麼 基麗新的山上 他們在那個地方敬拜 敬拜上帝 那 那 猶太人這邊就是在 耶路撒爾這邊敬拜 所以兩邊是不同的 所以他經過 撒瑪利亞的地方 他就怎樣 兩邊就會吵架 所以通常 猶太人不會經過撒瑪利亞 剛剛我們看的那一張 圖 他們都會繞道 都不會想要經過撒瑪利亞 通常是這樣 可是耶穌沒有 他就直接 一路到那邊去 然後在那邊休息 然後跟撒瑪利亞夫人說 我是猶太人 猶太人不跟撒瑪利亞交往的 所以他們就不跟他們講話了 然後他們要跟他互動 耶穌就很主動去跟他互動 你是不是看 你來看 好 我現在這可以 然後耶穌在這個地方 就跟這個婦人開始談到 講道 講到生命的道 生命的道 我們來看一下 他怎麼說呢 好 那我要先講一下 剛剛我們念那一段聖經 我要用另外一個角度 這個我過去 我自己在讀書的時候 我自己有一個感動 以前過去的人在講這一段 我今天要不同的 不同的角度來看這段聖經 我們生命當中 這個馬歇爾這個神學家 這是一個神學家 然後他講到說 我們的生活當中 有三種層次的解決心 第一種層次 叫做 松 松鼠 松鼠層次 什麼叫松鼠層次 松鼠層次 這就是怎樣 一天到晚都在怎樣 找食物啊 秘食秘食秘食 然後拿起來吃 而且呢 他隨時都在找說 什麼地方能夠周峰壁 什麼地方能夠讓我安全保障 所以這個 松鼠層次是什麼 意思就是怎樣 找到安全 找到生命 能夠維持你生命的價值 維持你生命的保護 所以他這種保護措施 他能夠怎樣 讓我們的生命得到安全 所以這是 第一層次的 然後第一層次叫什麼 第一層次 松鼠 就是為了什麼 人的什麼 生存的需要 而每天在忙碌 每天在招走 就是為了這個 第一個就是松鼠層次 這是我 讀書的時候 剛好我看到這本書 我就覺得我很興奮 這本書也是馬尼泛寫的 馬尼泛牧師寫的 然後第二層次什麼 叫做市民層次 市民 什麼叫市民 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僅是 自己的生存 為了生存的問題 跟需要 安全 然後來得到保障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他還想到說 人也信 人會死亡 那這個死亡的話 我們需要怎樣 在世界上說 我們可以跟人有一個保護的 就是跟人有個好好的關係 所以呢開始人就會怎樣 跟人有互動 我跟人有交集 然後我們當中有愛 我們有關心 我們彼此有照顧 我們彼此能夠聯繫 我們彼此能夠互動 好 所以這個層次是什麼 第2層次叫 市民層次 就是 我跟妳之間的 我去關心 所有周遭的 親吟 親吻好友 所以 上帝不是叫我說 我們要愛神 要愛神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非常的重要 那這是市民層次 可是有了市民層次之後呢 就這樣就好了嗎 死亡的問題怎麼辦 因為我們還是會面對死亡 我們還是會沒有保障 我們還是會怎樣 我們跟人在一起之後 我們還是要獨立面對死亡的問題 所以呢 人家生命當中 仍然有死亡問題 因為每天都要遇到這件事情 什麼時候知道 什麼時候會遇到 我們不知道 第3層次是什麼 叫做 聖土的層次 什麼叫聖土的層次 聖土的層次就是怎樣 幫助我們跟 上帝有一個 好的關係 讓上帝的臨戰 透過上帝的臨戰 到我們的生命當中 成為我們的幫助 讓我們跟神有一個好的關係 這很重要 我們跟神是有好的關係 那神會用 祂所有的愛 愛護你 而且呢 祂克服所有 生跟死的挑戰 為什麼 因為你跟神同行的時候 死亡怎樣 我們信耶穌人就怎樣 得什麼 永生 我們有永恆的生命 我們有屬於永恆的生命 所以我們的身體 雖然死了 我們生命的屬於生命 我們跟神是結合的 我們是永遠不死的 是這樣子的情況 好 再來 咦 怎麼跟不一樣 好 咦 好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撒瑪利亞的婦人 我們來看看喔 我要從剛剛這個故事來引用 引用這個這段 我們怎麼看 這個撒瑪利亞的婦人 他是怎麼樣來改變 第一層次的時候他 他第一次拿他做什麼 撒瑪利亞 第一個 撒瑪利亞 他來要幹嘛 要取水 取水要幹嘛 要喝水嘛 人需要水 人要維持生命 對不對 所以為了照顧家 你為了照顧家的需要 主飯也要醉嘛 大家也要醉 但國族也細嘛 所以為了生命的死 我們要怎樣 保有生命 保障生命 所以呢 他在什麼層次 松屬層次 不錯喔 今天這三個層次 一定要把他記得 這是我們常常要解決的地方 瑪利亞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 人生活的一個解決 三個層次 那第二次的時候 三個層次 誰來了 他跟誰相遇了 他跟耶穌相遇了 他有沒有不理耶穌 如果撒瑪利亞 其實可以不要理猶太人 對不對 不要理你就好 我為什麼要跟你在一起 不用 結果呢 撒瑪利亞夫人 他 奇怪 我們猶太人 你是不是跟我們 就不相干的嗎 我們互相不往來的 你怎麼會跟我要水呢 因為耶穌怎樣 很累了 走很累了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水喝啊 他就說 可是你又跟我不講話了 我們怎麼可以互相好了 怎麼可以跟你講話 我不要跟你講話 他沒有這樣對不對 他跟他講話了 所以這個婦女 怎樣 願意跟 主耶穌講話 雖然他是猶太人 他願意打開他自己 願意跟別人交往 所以這時候在哪裡 他就跑到四名層次了 那耶穌有沒有接難 有 當然耶穌接到他 他會跟他要水杯吧 而且他一眼就看穿這個人是如何 一眼就看穿 那第三個在什麼情況 第三個情況 發生什麼事 他跟他說什麼 撒瑪利亞夫人 知不知道耶穌知道他的身分 他說 他說你叫你先生來 他跟他打水 他說 他說 水的話 我要給你活水 他說他要喝水 對不對 他說我跟你講 今天可以要的是這個 喝水喔 可是他想的就是平常的水 他說 耶穌說不是 如果你知道我是誰的話 我要喝水的水是什麼 活水 是永遠都沒有辦法讓你渴的 永遠喝了就不死的這個活水 所以我要示給你說活水 他說 那我當然要喝這個水啊 那我當然要喝 我要喝了之後就永遠都不渴 永遠都不死這樣子 永遠不渴 他就是要想要這樣子 然後呢 他因為 耶穌這樣跟他講 好 那耶穌就叫他說 他說你把你們先生叫來 你叫來 他說 我沒有先生啊 我沒有先生啊 要怎麼說 他說什麼 基督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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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 你有5位的先生 你沒有先生 你有5位的 5位的 他說 不然你說這樣也是對啦 因為你先生現在那個也不是你的先生 那標是什麼 那標是什麼 沒有結婚的那樣子 就標是有問題 他也被冠狀了嘛 所以他有沒有 誠實 我問你們 我們今天題目叫真誠 對不對 這個有真誠 對他是沒有 他講這句話是沒有的 沒有錯 可是他 真正的話 他事實上他 原來是有5個學生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其實也沒有很真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表面來看是真的是真 耶穌也跟他說你這話是真的 因為你真的就是 現在就是真的沒有 真的是這樣 好 我們再來看 所以 這個婦女 他就看到這個部分 他就是這樣 他就是要耶穌 給他活水 然後讓他生命就像活水一樣 能夠遠流 好 那耶穌怎樣 他就一眼 一針見血 改夠 然後來看在這個地方 然後 他也在跟他講說 你這樣子是 雖然他講說你這句話都是真的 可是事實上他背後裡面 其實是不OK的 我們來看這一動 你再唸一遍 來 耶穌說 你去叫你丈夫 得到這裡 婦人說 我沒有丈夫 耶穌說 你說沒有丈夫 是不錯的 你已經有5個丈夫了 你現在有的 並不是你的善文說 你這話是真的 所以其實有點否刺啦 可能就是 就是這樣 好 那你就知道說 耶穌實在很厲害 他一眼就能夠看穿 你有說錯嗎 你到底在你的背後 你的身後 你的背景是 你都把你調查到 很清楚 你也不用怎麼調查 你就是神 他就是神 所以他懂你 所以你要怎麼隱藏你的罪 其實很困難 神你也就看穿 你的心思意念 好 那耶穌呢 他真的 耶穌呢 很特別的是 他知道他有罪 他知道他有罪 但是呢 耶穌卻願意 進這一位罪人 所以耶穌呢 他是猶太人對不對 然後 那個猶太人跟撒瑪利亞 剛剛說過 他們是不來往的 可是耶穌呢 很主動 去跟他說 夫人 是否你可以給我水喝 給我水喝 但是他做這個動作 就是一個主動的邀請 邀請 這位婦人跟他有關係 他主動向這個婦人打開他自己 他主動去接納這個人 成為他生命當中的 陪伴者 他知道這個婦人 他不需要 他需要的不是只有 那個井裡面的水 他需要的是誰啊 生命的活水 他需要的是這個 所以他才跟他這樣講 所以這個婦人呢 他因為得到這個活水 他生命開始改變 那我剛剛有講到說 他後面的經文有講到說 他怎麼改變 他怎麼改變 他說耶穌是誰 他剛開始說 耶穌是先知 那時候他知道是先知 後來他發現 哎呦 不是呢 不是只有先知 他說 我聽過 有一個叫做基督的 那個迷赛 他要來 我相信 他說他要敬拜 你說 你敬拜的地方 不是只有 在這個 基利金的山上 不是只有這樣子 也不是在 撒瑪利亞 這個東西不重要 不是重要 不在我們在哪裡敬拜上帝 我們在任何地方敬拜上帝 都可以 重要是你對上帝的態度是什麼 你敬拜是用什麼樣敬拜 所以他說 你要用什麼敬拜他 用心靈跟誠實 所以你要很誠實 很聽誠力 你要用你的心來敬拜他 很真誠敬拜 這才是我要的 所以 重點 地點在什麼地方 重不重要 不重要 重要是你對上帝的態度跟心意 這個怎麼比較重要 所以呢 這個婦人 他就這樣 把他的 生存工具 那個水罐子 他就你把水 都給他帶 他有冬水嗎 早上沒有冬水 早上把生存工具 給他放下 他就怎麼走 把他給他講 他說 我認識有一位基督 基督我遇到 難道這個人就是基督嗎 他從過去 認為他是先知 認為本來是 你跟他猶太人 剛才是猶太人 後來不是 你先知 再來 再來是嗎 基督 所以你看他的層次是在改變的 耶穌進入他的生命裡面 他真的是改變 他就發現說 我要的是這個 我要的是這個活水 我要的是這個耶穌 都進入到我生命裡面來的活水 這個這麼重要 好 你再看 好 那耶穌就 耶穌到底 對於瑪利亞 什麼樣 那個瑪利亞的這個婦人 有什麼樣的教導 他最要主要的 第一個 他要給他 屬於的生命的活水 我們都需要提升 從 收府層次 提升到 市民層次 大部分的人 我們都在 收府層次 在生活 有沒有發現 我們生命當中 都是為了自己的需要 為了自己的 滿足 為了自己的生活 得到快樂就好 可是神要我們怎麼樣 慢慢學習 你要跟人有關係 所以 神要我們什麼 要愛人 又要愛己 兩個都要 對不對 要愛人 又要愛己 所以神讓你要 成為事理的層次 讓你會跟人 以後有很好的運動 我們才有 那個名據力 我們才有交情 我們的生命才有關係 我跟你才有份 你如果才有份 那個關係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需要生命的關係 那只有這樣子還不夠 神說我們要提升到什麼 聖土 聖土就是我們要跟神 這個神是給我們生命活水的神 是生命的神 那個生命的水 我們喝了會要永遠不可能 我們要跟這個神 有好的 關係 我們要建構這樣的好的關係 我們的生命怎樣 才能夠被改變 而且我們能夠越過什麼 生命的死亡 越過 因為怎樣 信耶穌就這樣 得 永生 所以意思是什麼 我們如果有神的生命在我們裡面 我們的生命就怎樣 不夠越過死亡 所以我們一直在強調說 我們能夠進到 神的活度裡面去 我們有 永恆的生命 所以我們的生命是永恆的 只要進到這個層次 所以我們要喝這個水 是喝生命的活水 這個很重要 然後第2個他在跟我們講說 這個撒瑪利亞的婦人 他們所敬拜了 是福利心的山上 他們在跟那個地方敬拜神 那猶太人他們在耶路上敬拜神 他說 敬拜在哪裡都沒有關係 到底都OK 只要你的心 是用心靈和誠實 敬拜祂 所以 今天你來到這個 教會 你有沒有辦法 用心靈跟誠實 來敬拜我的神 我們是不是很單純的 神啊我可以把自己打開 我就單單願意在你裡面 成為我生命的救主 我就單單把自己打開 這是很重要的 神要進入到你的生命 充充滿滿在你裡面 那你的生命裡面 不是靠著你自己一個人 也不是靠著你 靠旁邊的人 靠著自己靠旁邊的人 都是有限的 還有一位 這個神 他是有限的 他要公立你所有的需要 這位 這位神 所以呢 他要讓你知道說 耶穌呢 就是那個 彌賽亞 他就是這位救主 他就是基督 他要成為你這樣 生命的幫助者 生命的拯救者 才是更重要的 OK 這位神 好 大家看 那我現在要談 我們生命當中 很多時候呢 我們怎樣 你想安慰自己 你覺得你一天當中 你有多少時間 你是用真誠來面對我的神 面對你的朋友 面對你自己 面對你的同學 來面對你的同事 然後呢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扮演很多的角色 那這麼多角色裡面 我們真的是很真誠 跟別人互動嗎 有些說 夫妻就沒辦法真誠互動 有些親子關係 沒辦法 沒辦法好好互動 有些是說同學關係 也沒辦法真誠互動 因為都在競爭 彼此較勁 我今天沒有特色 你如果說 大家都是競爭的 我沒有特色 其實踢到要死了 很怕分數往上去 他們也說我沒有特色 你不要再客人 那分數都高的 他就踢到要死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其實我們常常在 在同學裡面 都會這樣 我都很棄的 他們都沒有特色 感覺都鞋子都贏了 有沒有 那種感覺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是戴著什麼 面具跟別人互動 而且我們常常需要戴的面具 有沒有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很多時候 我們也常常隱藏 就是真誠的那一面 把它躲起來 因為我們 我們把它躲起來 然後另外一面 部分就是我們 很害怕別人看到 我們的內在 所以呢 我們就沒有辦法用真心 你看這個土 我就覺得這個土還蠻弄得蠻好的 常常怎樣 這個面具拿下來 然後我們是這樣的看待的 格式上 我們戴著面具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真心跟別人互動 這是可能很難的 所以我們用假面具 所以其實 很多時候你幫你講 譬如說今天我是光環師 我明明今天就不快樂 可是當那個 病房裡面 你不能不快樂 就是一定要很快樂 可是事實上 明天是不快樂 有沒有 有些時候我們也是會這樣 要戴假面具 因為我的角色告訴我 我不可能快樂 那我是牧師 可是我不會生氣 我是傳道人 我不會生氣 因為我是傳道人 所以我需要怎樣 恩恩恩好這樣子 我昨天啊 我跟他啊 也是有 我快樂 為了 嘻嘻嘻 不要講 我們兩個 我要說就是說 可是我覺得很好 他很真誠面對我 他很真誠面對我 我可以看得到他的表情 那我也是 我也是覺得 啊糟糕 我自己也覺得 我心裡面也有事 因為我每次都是要處理 我就沒有辦法好好的 沒辦法 那我就 我覺得 啊真的是 沒關係 我 抱歉 好 那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也是這樣 我們彼此要互相 好互相 但是我昨天晚上 我回去有寫一封信給他 好 我們喝好了嗎 好 那 好 那有些時候我們會怎樣 我們會怎樣 我們會不會看到 你看對面的是這樣 然後我們也是這樣 有時候 這個我們常常有 對不對 有的時候我們在很討厭對方 所以其實這很會太討厭 就是有的 可是又怎樣 愛與情況 愛與關心 我們最後不敢這樣子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笑語常到 常遇到 好 然後這裡你看 連 連擁抱 在相愛的時候 你看 他裡面想著 你們看到 他在想什麼 他 他在做這些事情 但是他裡面想的是 另外一件事情 有沒有看到 你們有沒有看到 有 譬如說 我有外遇假設 我們假設我有外遇 今天跟這個人在一起 可是我心裡想著另外一個 之前那個女人 我心裡沒想著另外一個女人 會不會 會不會 常常說問題是這樣 因為你跟他 那個關係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你跟他現在跟他這個關係 沒有那麼好 所以你表面是跟他在一起 你的心 你的身體跟他在一起 你的心 你跟他在一起 這個有沒有真采 沒有 都是用面具 因為為了對方需要 不要讓對方生氣 所以我做了 但是做了之後呢 必不一定 是真正的心意 有沒有 所以這個 應該 大家都 很可以感受吧 這個我們都可以感受 做一套 想著又一直一套 或者是 內外 不一不合一 有沒有看到 很多時候我們內跟 內在跟外在 所以這個東西都是不真誠 就是我們心裡面 都有很多面具 要非常相遇的 好 那 這個很可怕對不對 其實我跟你講 他為什麼要偽裝成這樣 他真正看起來很凶神惡煞 有沒有看到 有些人 怎樣 我很想像這樣 偽裝 我很想像這樣 其實他的目的是怎樣 他就是我 我給他攻擊 我給他傷害 所以改回去 很想像 很壞 面目 面目可真的樣 不像你很害怕這樣 可是事實上 他內在裡面是怎樣 真正 他是他自己被這樣害怕 很害怕 為什麼害怕 你們看一下 到底在害怕什麼 我問你 我們後面的要戴面具 我先問你 為什麼你要戴面具 我們為什麼要戴面具 保護自己 非常好 免得受傷害 為了保護自己 那我們來看看 在這個地方 害怕是講到什麼 害怕上帝 因為 上帝 我們都 他是滲透人心的啊 我所有的全部都 我如果做壞事的話 都被他看到 所以我很害怕 最好是被他 被他 被他看到上帝的話 我就覺得 我好像沒事 這樣 有沒有 就是 看到這個鴕鳥心態 但這意思是一樣的 好像我沒有看到 那就沒事了 事實上是有事的 那很多事物就是這樣子 我害怕我們內心的罪 你看夏娃 那個誰 雅當 這個一開始就 就這樣了 他就做壞事 他就很害怕 上帝在找他 欸你在哪裡 你在哪裡 你都管你走你走你走 他不敢見上帝 因為他看見上帝 就完蛋了 因為他做壞事 神交代了 他都不做 然後都隱藏 然後騙 這個就是 很多時候 我們害怕 然後再過來 害怕人 看出我們內在的秘密 我們有很多時候 隱藏很多的秘密 我們害怕 被人家知道 我們害怕 所以我們就不敢 真正的誠實 跟別人相交 這裡有一本書 這是我以前看過一本書 我非常非常喜歡 這本書叫做 為什麼我不敢告訴你 我是誰 你看過 這本書已經絕版了 你們知道嗎 偶遊 我跟你講 我第一次接觸 這張輔導 就是從這本開始 我因為這本 我有很大的開稿 他這裡講到說 信任 冒險 他說 你要信任別人 他先冒險 你知道辦法 信任那個人 你要先嘗試冒險說 如果不是這樣 會給我害怕 我先冒險一下 打開一點點 看他呢 回 他回來會怎麼樣 室溫一下 然後再打開一點點 撕入一下這個人可不可以 可不可靠 可不可信 那我才可以跟他打開我自己 我才可以真誠面對他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跟人在一起 通常一開始都是怎樣 戴著面具 一般來說 因為我們不知道 對方如何 我們為了保護自己 就像你剛剛講 我為了保護自己 所以呢 我不敢 太快就把自己開放 我不太敢跟我們 真的面 馬上就跟你在一起 我怕我那個真面 一打開 我是很生惡的那一面 你看到我那一片 你就沒辦法接到 就遠離我就害怕我 那 那就不喜歡我 就討厭我 你就不要跟我在一起 那我跟你的關係 就沒有關係 所以就很害怕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是很多的害怕 沒有辦法這樣子 所以我就用 面具 來取代我的真誠 然後我相信 我戴著面具的時候 你比較能夠接納我 現在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都用 比較好的面具 跟你在一起 有沒有發現 男女朋友 交往的時候 一開始都怎樣 很多的很多面具 有沒有 等到真的在一起 啊 你是這樣 啊 你是這樣 真誠都看到 真面目的時候發現 沒有那麼磕倒地 就開始忘記了 很多時候這種狀況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 我們要怎麼樣真誠 跟別人互動 使用內在的心 真心 相待 真的不容易 所以 上帝告訴我們怎樣 我們要愛神 我們要用什麼 悉禮跟誠實的愛祂 然後敬拜祂 這是神給我們教的 另外一部分呢 我們對人怎樣 他說 來我們來立這段經禮拜 來 愛人不可虛假 惡要厭惡 善要清淨 所以他說愛要很真誠 但是呢 愛不能夠真誠到 愛直接 我們就說 像我們也很討厭 有人很討厭 一口 就惡 就死了 這樣也不好 就是你很真誠 想要說誠實話 可是呢 那個誠實話 卻是把那個人給殺了 那也不行 所以我們在 說誠實的話的時候 也是要站來 我們可以說誠實話 但是用愛心慢慢的說 然後讓對方 你知道忠告這件事情 本身就是怎樣 讓人家 忠言逆耳 我們不是常這樣講 忠言逆耳 所以有的時候 所以你要知道 如果有人願意跟你講 這樣的話 你要不要感謝他 真的要感謝他 不要在那邊難過 是因為他愛你 他才願意跟你說 如果他不愛你 就乾脆跟你放棄算了 不要跟你有關係 就是因為他是願意 有跟你有關係 所以他願意跟你講這些 不好的話 可是不好的話 是因為你生命裡面 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他願意跟你講 所以他很 很感謝這個人 他願意跟你這樣說 這是很重要的 好 我們再看最後 這是你們這樣教導 我們一起來面對這段禁禮拜 來 你們既經順從真理 捷徑著自己的心 以致愛弟兄沒有虛假 就當從心理 彼此切實相愛 所以神要我們什麼 彼此相愛 順從真理 神怎麼教導我們 就怎麼樣跟人在一起 所以我剛剛講到 要愛神 用心理跟誠實 這個是愛人 神的話 用真理來跟大家互動 彼此相愛 好 好 那 對 就是結束了 好 那我要說的就是說 上帝呢 希望我們在生命當中 我們有 十字下的關係 神 跟有 十字下的關係 那我們希望 我們的生命呢 就是因為愛 不會讓我們結合在一起 讓我們生命有 很大的不同 那我們現在來唱 這首歌叫做 把冷漠變成愛 希望上帝在我們生命當中 這個就是 這樣的生命 把冷漠變成愛 怎麼有 上帝 平 老